那小草今天要做什么 我今天要教大家做堆培 那现在要怎么做 我就是来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也有太阳 也有比较凉的地方 就是太阳不会直接照到这个地方 那你现在要先做什么 我现在先用这个保丽龙的盖子 我要挖一个洞 我要用这个保丽龙 做出来这个盖子的 这样子大小的形 这样 因为等一下我用好的时候 就是刚好这个盖子可以盖起来 这样 然后我要挖下去 像这个要挖多深 要看你要做多少啊 就是如果你做比较多的 你就挖多大一点 哦 这样 就是看你要做肥料的量下去 决定要挖多深就对了 对啊 我先用一个型出来 我现在就把头挖起来 好 这个洞我挖这样差不多可以了 你挖这个洞会不会累 会啊 其实大家也可以用塑胶桶装也可以 可是塑胶桶啊 要钻很多洞 让它稍微漏细 越多洞越好 如果像我这样用在土里这样啊 它效果比较快 因为土啊 它是最好的酵素 就是让那些肥料啊 发酵 洞已经挖好了 那我现在要来做堆肥 那堆肥要怎么做 就是我们用一些蔬菜啊 家里不要的 还有剩的饭 还是水果肥的 不要湿的 那些也可以 我现在就把它切一切 这些啊 其实我做是给大家看 我们不用切也可以 因为我们做堆肥的时候啊 它自己就会融化烂掉了 像这样有一些观众他就会问啊 堆肥是要放哪一些东西下去 做成肥料 堆肥就是我们就放一些菜啊 水果就是没有吃不完的东西啊 没有吃完的我们都可以做 这样我切 像这颗柠檬啊 我也可以做堆肥 因为它柠檬就会有一个香味 它可以吸收臭味 原来是这样哦 难怪有一些观众他讲说为什么 他做出来的那个堆肥啊 为什么会那么臭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做堆肥就是要加一些那一些柠檬的皮 还是柚子的皮下去除臭 对 这个是柠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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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些蔬菜啊 新椒甜椒都可以做 水果皮也可以啊 像这一颗西瓜也可以 所以我就把它切 小心你的手啊 你关去啊 切到手 它还会再长出来啦 原来你是鼠蚯蚓啊 我切切 然后就搅拌搅拌 这些空心 哦不是 这些高粒菜也是 那我搅拌搅拌 那我搅拌 就是把他们全部都搅在一起 然后像做堆肥啊 跟做厨余还有液态肥啊 是不一样的 堆肥啊 它是 就是让它有一点点湿度就好了 而不是把整个那个蔬菜都泡在水里 像那个厨余啊 还有液态肥啊 它们就是不一样的做肥料方式 它们是泡在水里的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堆肥 所以它不需要泡在水里 就搅拌 让它们均匀 然后 我要加一些咖啡渣下去 这个咖啡渣它也是可以出错 然后加咖啡渣之后 还要加什么东西 还要加牛的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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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搅拌搅拌 你看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田的土 那这个田的土它有什么作用 它可以把这一些蔬菜啊 融化掉 发酵就对了 对 我把它这样小小这样 其实它这个土壤啊 它是一个很好的 发酵东西 它可以很快的把那些蔬菜啊 发酵变成肥料 全部加下去了 我就把它搅 一直搅一直搅 让它均匀 像你刚才加那个牛粪啊 那可不可以加那个狗的大便还是猫的大便 这个很重要 狗的狗跟猫的大便啊 一定不行 因为狗和猫啊 它们都会撕肉 撕肉啊 脚下去啊 它都会长虫 然后狗跟猫的大便啊 它都不会有营养的 所以我们 堆肥就是主要就是 蔬菜就对了 对就是 肉类啊 就是一定不行 像那个 卤汁可不可以 卤那个矿肉的卤汁可不可以 那个也不行 因为它只是算 有肉类的 就是只要加那个牛大便才可以 因为牛是 有盐就不行 对 有盐啊 它就不会发酵 对 因为牛的大便啊 牛就是吃草 狗和猫就是撕肉的 所以哦 先万不可以用狗和猫的大便 你如果用肉啊 那个就是 不一样的做肥料的方式 就是像厨鱼那一些啊 就是可以加肉类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堆肥 堆肥就是 全部都是素食的 然后像这样搅拌好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 搅拌这样子啊 我们就加一些水 不可以加太多啊 就是稍微一点点这样 就是黏湿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 噴一点点 然后再搅拌 对 然后再我搅 搅拌搅拌 这样 大家看 很均匀的 像有一些人他们会说 加那个红糖啊 加红糖可不可以 加红糖是可以的 可是红糖啊它是甜的 改天它会有很多虫 然后虫啊就会长很多软 就是变成整个肥料里面都是虫就对了 对 像就是也有一些观众啊 他们问为什么他们做那个堆肥啊 就是做不成功啊 就是里面啊就是会很臭 然后长很多虫 这个是什么原因 很臭就是我刚才有放那个柠檬和咖啡渣 柠檬和咖啡渣它可以除臭 哦原来是这样哦 就是要放那个 像那个柚子的皮嘛 对 柠檬的皮 柠檳啊橘子啊都可以 放这些东西他们就 不会臭了就对了 对 啊长虫的方面呢 是要怎么做才不会长虫 长虫 我做我都会放这个蟑螂碗 哦那个长腦碗啊 对 台湾叫长腦碗啊 啊你放那个之后 你在浇肥料的时候 会不会有有毒啊 我放这个的时候啊 我都会绑起来 因为我只要就是这个的味道 我这样绑起来 会绑紧一点 就是没有让那个长腦碗和那个堆肥接触到就对了 对 就是有隔离出来就对了 对所以一定要绑起来 那现在我脚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要拿过去刚才我挖的那个洞 放下去 这里 那像做这个堆肥啊 它一般要多久才会变成肥料 两个多月到三个月 我们要怎么确认它 它已经完全变成肥料了 它完全变肥料就是变成土 哦就是土的样子就对了 对 那这个土超级有营养的哦 这样子 然后 我拿盖子 这个盖子啊 哇上面有剪一点点 就是剪几个洞 让它通缝 因为有空气啊 才会发酵 对 如果是用那个 筒子下去做啊 就是筒子的底部啊 还有它筒子的侧边啊 钻越多洞越好 它越发酵的越快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然后不可以忘记 把这个放下去 那个是雏虫的蟑螂 对 这样我就盖起来 大家要熟悉看小小的影片 小草之后还会教大家做 不一样的肥料 就是刚才讲的 厨余啊 还有 液态肥 它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对 那 到今天到这里就做好了 对皮 拜拜